- 阿球不论知识,装差不论受识,我是你的教练,阳城大神 - 现在我们在北城洲际酒店,这里应该也是长沙T0的酒店 - 你看看他们赖毛集团多么有失利啊 - 他们一连组织了那么多的比赛,什么我有去参加的肖友杯,场馆赛 - 然后包括在长沙现在举行的总决赛 - 所以羽毛的行业一定需要很多良心的企业来赞助 -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讲,他们任何一个公司,不管是赖毛的比赛,还是所有的比赛 - 其实办比赛他们是一定亏钱的,所以这一点呢,我得好好研究一下 - 如何去通过比赛,既有流量的进入,又有变现的进入 - 这一点是我们这些做没有背景,没有资产的人的年轻创业者所要去研究的事情 - 然后今天我有两个重量级的大哥大姐,他们也在,是我的大哥张兰 - 然后还有这个我的大姐田青,他们两个是一对嘛 - 然后他们也生了一个开的宝宝,并且呢,我今天下午的时候,我还跟男哥去练了个腿 - 把我快练兔了,但是练腿我练不过,喝酒我还喝不死他 - 需要干什么? - 您在那边签 - 来我要签个大的,有气势的,好不好,来搞个巨大的 - 做一下健康脑子 - 女妻也有精致的 - 而且没气势这个,签没签的 - 可以,谢谢您啊 - 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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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够,够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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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事 - 姐姐好,老板好 - 好久没见到,亲姐,你了 - 没干嘛呀 - 看看你看 - 完全就是看不出来,当妈妈的感觉 - 看你啊 - 而且你还瘦了 太瘦了 你看这千的九 这是赖毛的生肖系列版也是 这个就是先锋病的大领导 也是我的领导 加哥 我还是得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杨诚 然后自杨诚大神 然后看到各位因为羽毛球聚在这里 感受到大家在场上英勇奋战 这种不怕鼓不怕力的精神 其实我也是很感动的 我就长话短说 所有的人都因为羽毛要相识 我们有队友有教练 但是我更希望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成为永远的朋友 谢谢你们 好来呗 全国球友欢聚一堂 然后必须得全场打开通关 喝酒不是目的 喝酒只是为了拉近关系 我这酒量 我估计在场也没有几个人喝得过我 所以说这个酒呢 也在我的微信公众号给你们送我两瓶 口令是什么呢 赖毛巨棒 四个字 给大家送两瓶酒 你们知道的 我每次来参加赖毛 我都给你们送酒 喝酒之人啊 都是和我一样的 热情套客的 对吧 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打通关了 来一个一个来 我们这一中午已经进完了 然后我再按照顺序来 一个一个来进 对吧 来老哥 我先进你 阳城啊 随意 随意 我就随意喝啊 这两个 虎哥敬礼一下 随意啊 大神 大神 谢谢 讲话讲得不好啊 太给力了 太给力了 我随意 我再努力 随意好啊 拦个 拦个 随意 每一次看到这些热爱羽毛球的兄弟姐妹们 我都是非常感动 因为你们知道的 我从做羽毛球行业的第一天起 我既不是背景最优厚的 也不是成绩最好的 但是我是靠我自身做了一千多个教学 才累积起来的知名度和用户量 所以都离不开每一位真正热爱羽毛球的球友们对我的支持 并且每一桌我都希望能够和各位能够拍一个合影 其实我是有一个这样的习惯 当我每去一个地方我都会把当地一些球友的一些重要的大合影 洗出来挂在我的家里或者我的办公室 因为我觉得人这一生真的很短暂 能留下来的东西它并不多 我希望在我的家里能留下所有的羽毛球爱好者 那一丝我们对羽毛球共同热爱的热情 当然我早上做活动 下午健身 晚上又喝酒 然后转头第二天又得开车好几个小时去另外一个城市 我做地推的活动基本上都是没有一分钱报酬的 同时所有的羽毛球爱好者想要帮我订酒店也好 请我吃饭也好 我都是会拒绝的 不是说我看不起各位帮我订的酒店请我吃饭 因为我知道做羽毛球它并不是很赚钱的一个项目 所以每当这些羽毛球爱好者老是想招待我的时候 我都会礼貌的跟他们说我们AA是最合适的 因为羽毛的行业我做了五六年 我知道现在真的是非常的不好做 卖品牌的品牌内卷利润低 做球馆的又有口罩事件 做培训的动不动就停客 不管哪一层的羽毛球从业者 其实大家这两年真的都挺难的 这一次的相遇 我觉得只是我们很多很多次相遇的其中一次 但是我希望每一次和各位羽毛球爱好者的相遇 我们都能够一起喝一杯酒 一起喝一张照 留下我们共同美好的记忆 同时我还提倡大家 酒要少喝一点 但是我们可以喝好一点 赞助商赖毛的传承蓝就非常不错 我们在微信公众号阳神大神给大家准备了两瓶 口令是 赞毛巨棒既可以参与 这两瓶我们今天喝了酒的抽奖 那屏幕上是我的私人微信二维码 每个人都能成为我的好友 期待和各位成为点赞之招 抽奖 记得参与 酒没喝很多 但是你可以感受到大家的热情 以及对羽毛的喜欢 这个才是运动最重要的东西 感谢这一次赞毛公司 以及先锋辟雨 搞了这么好的活动 以后我也会见他们参加 然后也期待和各位下雨